厲害 哈囉 今天才加入喔 這個專案是 這次都黑客中發起來的 台灣這幾年 重大個資外線事件 脈絡的獵物 他用HackMD 復刻的方式去呈現 然後我們還提供了一個簡單的 HackMD版本 讓任何你想要再加新內容的 任何想要再加新的 各資外線事件的資料上來的人 都可以加上去的一個簡單的版本 然後下面還有法律相關的討論 跟如何應對這種各資外線事件的一些討論 跟可能可以看的一些文件 那這個專案的緣起 好像是讓你前幾天看到Iran的各資外線後 有志就會發起消息 想說來看看災情有多研究 然後就在昨天的松前哈拉 然後問了所有松前哈拉的人 請問一下你們誰有用Irant的 這裡有用Irant的人舉個手 恭喜你們的各資都賣了 耶耶耶耶耶耶耶 好 那這個 跟Iran這件事情就已經夠嚴重了 那後面我們一路整理下來 現在就想不到 台灣一路上發生了這麼多 全部都是各資外線 而且一路都還沒有整理完 還在這家當中 對 那因為他的事件實在太多了 所以歡迎各位繼續把你們 曾經就是印象深刻 或是好像還沒有解決 有點疑慮 這可能很危險 這樣不太好之類的 就是各資外線事件 用我們這個範本的形式 加到這個Hack&D的庫格裡面 你可以 或是你可以補充任何一個裡面 我們所沒有提 範本裡面 還沒有提供完整的資料 你也可以下去到最下面的 將來討論的地方去 補充更多的文獻 或是跟我們討論 或是提出你的想法跟意見 如果你今天是有各資外線的 你也要發起集體訴訟嗎 或是說你想要有人來賠償 或者是這間公司 該負起什麼樣的責任 你可以在這邊講 好 哈囉 看一下slide 好 各位在場所有 有台灣中華民國 或我國戶籍的受害者們 大家好 昨天晚上呢 我做了一個夢 那夢的內容是這樣子 來大松的路上呢 我夢到我提到一份檔案 低頭一看呢 這份檔案居然有戶籍資料 大家都驚呆了 那我傳言的這份資料呢 它長得是這樣子 那我可以先一一的解密 那首先呢 我是一個生理男性 那我大學一夜 在那時候資料外洩的時候 接著呢 他知道我住在哪個戶籍地址呢 還有我未婚 甚至呢 還有我最重要的 就是我生日 10月1號 那這些資料呢 它還有很多的欄位和內容 都非常可怕 它有每一個願望啊 所有這些以上的資料 還有不只你的 還有你媽的 還有你爸的 還有你所有親戚的 還有你的父母 那這件事情呢 是很可怕的 因為你想像一下 如果照片集團拿這些戶籍資料 它有多麼的心意 能夠取得 你所有認識長輩 或是親戚 或是親朋好友的情人 那這件事情呢 我們覺得很可怕 那要等立法委員來去修法 甚至來去找負責的行政機關來處理 那其實我們就覺得很夠快 因為這個身份字號呢 我們基本上就是來去代表我們這個人 在這個國家裡面的一個編號 那我們在跟行政機關來去互動的時候 也需要這組編號 那難道我們的身份字號 它外洩 沒有辦法改嗎 答案是 你還真的沒有辦法改 因為你只有你的身份字號 聽起來很難聽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改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一起來組隊 修改我們的身份字號 如果呢 大家是戶籍資料外洩的固族 也就是所有2300萬 現在應該2400萬的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們也歡迎法律人加入 或者是立法委員加入 那大家可以來去 剛才創建的這一個Privacy頻道 大家可以進去加入 然後我們之後會來跟大家一起討論 怎麼樣進行後續的任何改身份字號 以及法律上面相關的行動 只要越多人一起來參與 改這個身份字號 那我們就可以 逼我們的護站機關正式 我們身份字號外洩到 整個網路上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也越有機會 可以來避免我們身邊 所有的親朋好友 被駕片集團封擊的一個風險 那希望大家可以來加入這個頻道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來找我 我是誰啊 是Paul嗎 到Privacy 好 到Privacy這個頻道喊聲一下 如果你在意你的 你爸媽的 你爸媽的各自被外洩 就來Privacy頻道來討論 好 最後一個應該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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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